这不是最初看神奇宝贝 感觉皮卡丘萌得可爱 还有一些其他的神奇宝贝 也美得妙不可言 不过有一些神奇宝贝 刚开始尝得不好看 但是一进化就变美了 所以小编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聊 都有哪些神奇宝贝一进化 就变美了的神奇宝贝吧 第一 笨笨 愚笨笨语 又叫丑丑月 是一种长相极其丑陋的神奇宝贝 据说很多训练家都不怎么喜欢捕捉他 因为他不仅长得丑 实力还弱 所以为此 有些训练家之所以接受他 就是打着让他进化成美那斯的目的 才愿意培养他的 因为进化后的他简直高贵美丽多了 第二 臭臭花草系跟毒系的臭臭花 其实有两个进化分支 雄性的可进化成霸王花 雌性者的进化成美丽花 不得不说这两种进化形态 都要比之前的那副流口水 眯着眼 这样子来得好看多 而美丽花则更胜一筹 既美丽又能格上五 第三 大恶意小编一开始 刚看到大恶意的时候 以为他会往贝壳的方向进化的 可惜出人意表 他最后居然进化成沙漠蜻蜓 这真的很让人意外 毕竟他进化后不仅拥有龙属性 也拥有帅气的外表 比起之前的那样子看起来 蠢蠢的大恶意强了一百倍 第四 绿毛虫绿毛虫 是小智最早收服的一只神奇宝贝 也是最容易收服的一种神奇宝贝 他虽是虫系神奇宝贝 但却偏爱靠近小侠 于此想讨好对方的欢心 然而却遭到恐虫症的小侠拒绝 他很伤心 好在最后他破茧而出 化身成美丽的八大虎 这时小侠才慢慢的接受他 可惜的是 当他遇到自己爱的另一半时 小智尽管不舍得 但为了他的幸福着想 还是放生了他 大家还知道哪些神奇宝贝 一进化就变美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哟 好了